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韩版天堂M6月15號的最新改版消息出來啦 這一次新增的蠻多東西的 其中以飾品可以用出賦予卷軸來進行祝福 以及全新的哈佛萬能要減傷 最為亮眼 影片開始之前 請先檢查一下有沒有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記得訂閱哦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活動 是這個怪物起義活動 6月16號到6月30號這段期間兩個禮拜 部分的地圖怪物的數量會暴增 那他這邊的怪物地圖的話有 遺忘之島 阿曼之塔1到10樓 跟信仰之塔1樓 黑騎士戰鬥基地 古龍聖地跟蜂龍區 還有歐拋跟暗影神殿1到3樓 OK 那BOSS是不會影響 但是以上的這些地圖 他的怪物數量會暴增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 獸人再次入侵這個活動 6月16號到6月23號持續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這個就是一個 國王狩獵地的地圖 那他之前就已經有開放過了 就是裡面的怪物 你進去可以打兩個小時 那裡面怪物死掉之後 有機會會掉山壁 那也會掉葉子 你如果你今天在裡面打100隻的話 還可以獲得100葉子 祝福福利捲軸現在可以拿來上 非傷層飾品 也就是說你遊戲中獲得的或是製作的飾品 那他這邊白色上祝福的話是HP加5 綠色HP加10 藍色HP加20 紅色的話則是藥水回復率加1% 紫色藥水回復率加2% 金色藥水回復率加3% 可以看到他其實他剛上的屬性沒有到那麼的亮眼 但是你如果是紫色或是金色以上的飾品的話 你還可以跟之前的武器一樣 你可以來開階段性的祝福屬性 紫色跟金色都是有機會可以開3階 那他其實有很多的屬性 我這邊就不再贅述了 基本上這個系統就是給紫色 或者是金色飾品的玩家來衝這個祝福 接著就是全新的哈佛萬能藥減傷 那目前來講的話 他就只有跟大家講說有這一罐哈佛萬能藥 然後使用的時候傷害減免加1 能做幾罐能喝幾罐 然後做一罐需要多少純白 目前還不知道 我們之後再為大家來做整理 好然後接下來是全新的裝備 這個信仰守衛 看起來有點像背甲又或者是手套 但是他這邊沒有講說他是哪個部位 所以有可能是背甲或手套 以屬性來講的話我覺得比較像是背甲 那他屬性就是近戰傷害加3 遠程傷害減免加5 然後機率遠程傷害減免加10% 跟衝運命中加5% 那你如果安定值過1之後 會獲得機率遠程傷害減免加2% 以及範圍傷害減免加100 其中這個範圍傷害減免加100 這個應該是新的 應該就是你在可能在工程的時候 可能面對的範圍技 你的扣血會變得更少 所以這個信仰守衛是比較像是防禦類型的 然後比較抵禦遠程的 OK這個對於台灣台服的環境來講的話 應該是課長夢魅以求的裝備囉 接下來看的話就是隱形斗篷這一周會限時製作囉 然後以及剛剛講到的這個信仰守衛也會限時製作 所以之後台服隱形斗篷再次開放製作應該也不遠了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韓版6月15號的改版重點分析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消息問題情報的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PYT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是小P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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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拜拜